在这个公平的选举里面 每一个人都应该接受这个结果 但是近日有消息传出 林郑月娥认为建制派候选人的失败 是因为受到政府的连累 于是就会委任一些公职 给落选的建制派人士作为补偿 记得不是所有落选的都会有份 是落选的建制派 我相信落选的民主派去採都不会採 我亦都相信落选的民主派是不会接受的 这样做的话 就是说将这些公职给落选的区议员 建制派的人士 这样实际上是完全扭曲民意 就是我们这个台的右手 你们的右手边 我的左手边 有一个很大的banner 政治囚容 扭曲民意 将我们市民心目中认为 有能力的人 推举上去一个 区议会的座位上面 但是政府扭曲民意 这个是彻头彻尾的私商授受 亦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囚容 这个真有奇人来过很美女 如果香港人这样都可以接受这种安排 也就是说我们的选举是会毫无意义的 也就是说选赢的建制派就会有议席 选输的建制派就有公职做补偿 就是这样等于你政府玩完的 而选举是无意义 这样的安排 我们一定是会反对到底的 我们在这里警告所有公营的机构 这些公营机构包括是 机管局 保良局 承规会 或者人制 或者东华三院等等等等 这些 拿公帑运作的机构 如果这些机构是用政治囚容的方式 是委任落选的建制派人士 进入董事局 或者决策层 或者授予他们的职位的话 他们说我们市民是会背割这些机构 我们会拒绝参加他们所举办的活动 我们会停止一切对这些机构的捐助 也都会停止一切的合作 务求令到这些机构 得到应得的的懲罰 以任何 落选的建制人士 得到的政治囚容 之后的话 我们会用Name and Shame 的方式 去羞辱他们 务求令到他们 会拒绝接受这些政治囚容 而香港人 大家一起去维护 这个选举的专业 这个就是以上 我们大会的宣言 中文的版本